陈朗 乐乐 还是家里饭好吃吧 嗯 太好吃了 这可是你爸最拿手的 都是你喜欢吃的 哎 你难得回一趟假 一会儿啊 替爸干点活 把碗洗了去啊 妈 洗碗就洗碗呗 我都这么大了 别老叫乐乐了 这孩子 多大在妈眼里是孩子 对啊 妈都叫习惯了 喊了两句乐乐怎么了 别那么多事 我回来了 姐 你回来了 今天不过节嘛 我买了些 月饼啊 茶叶什么的 拿这么多东西来呀 快接一下 你还坐着 没事 没事 它都是些小点心什么的 都是天乐喜欢吃的 谢谢姐 你们吃过了是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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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给你炒两个菜去 都 都热着她 别了 爸 爸 不是 跟你说把你姐那块儿的碗拿出来 你 你什么情况啊你 我怎么不记得您跟我说过呀 你什么记性 一笔 你坐会儿啊 我 厨房都有 我马上去给你炒俩菜过来 没事 爸 我在这里吃过了 你们一会儿吃完了 把月饼啊 糕点也吃一吃 那我先上楼了 你说你姐啊 每年都不回来 这今天偏偏回来了 也不提前说一声 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快乐快乐快乐 快乐快乐快乐 快乐快乐 好好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大家敞开吃啊 来来来 吃啊 敞开吃啊 我这还有一会儿 来再加点 来来来 老赵啊 行了 别喝了 没事啊 今天中秋节不是高兴吗 西城也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多喝几口没水 大家都买上啊 买上买上 买上买上买上 买上买上 卫玲啊 你以前老是担心 这孩子呀 将来什么也不会干 你看看人家现在 这干得不是挺好的吗 是是 张敌啊 你还是要多听一听 群众的声音 去 西城啊 要说你跟你妈呀 也真是的 处处对着干 你就说啊 你妈天天在灶台前面忙活 那火烧得 是又高又旺啊 可你呢 现在成了灭火的急先锋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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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你也吃 来来来来 我喝喝 喝喝 喝啊 来来来 来 老赵 好 吃月饼 好好好 你也吃 湘姐 我出去一下 大过节的上哪儿去啊 行了 别藏着掖着了 把它带过来吧 一块过节 起码 起码 不好意思啊 我 我离开一下 一会儿我就回来 好啊 一会儿就回来 来来来 我们吃我们的 来来来 好好好 来 来 爸 中秋节快乐 快乐 快乐 有月饼 有螃蟹 不想快乐 不想快乐都不行啊 爸 您这 首饰怎么了 你先吃 来 昨天哪 昨天我想啊 削个水果 你不小心 画了个小口 小口 没事 对了 七航 今儿回家过节 跟领导报备了吗 爸 您什么意思啊 告诉我 报备没报备 报是报了 报备就好啊 咱有螃蟹 看看 走 走 走 我就知道您要整这处 干不好就别喝了 没事 咱们就喝一点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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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喝一点啊 都报备了 报备了 来 你多喝一点啊 我来一点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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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行啊 来 您一下靠 好 停啊 我知道你啊 消防工作辛苦 但是 我总琢磨着 你总不能年年中秋节 都陪着我过吧 你说我这岁数大了 不知道还有几年 可你还有大半辈子要过呢 爸 大过节的 干吗说这个呀 您好好保重身体 以后每年中秋节 咱都一起过 你扯吧 男人 男人得有自己的家 我说你得有你自己的家 你懂吗 行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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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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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吃 吃 吃 先吃 先 先吃 先吃啊 师傅 您在这儿等我一下啊 来 喂 喂 小领导 你下楼一下呗 我在我妈家呢 我知道 我家呢 你看 我妈家呢 我打扶你了 我也打扶你了 我kea 我哭了 你 我家的 这只小夜有个小夜 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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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motherapy 我觉得那天 陪你到医院去 一起来的那个姑娘 那就挺不错的呀 那天啊 就是我出院复查那天 我还跟她聊了聊 这姑娘啊 善良 诚实 最关键的 她对你可是一片真心 有这么好的姑娘 大心底里爱你 爸替你高兴 其实 爸 前些日子 我和那姑娘啊 就算是在一起了吧 只是碍于您和珊珊 我 没敢跟您说 你 因为在此之前 我一直想着 我的后半辈子都是 一个人走 傻小子 有什么不敢提的 爸由衷的替你高兴 你小子 冲你第一时间不告诉我 你现在自己发一杯 发一杯 这孩子 喝喝喝喝了 发一杯 快 来 都喝了 宝贝 好好好 来 来 这杯 咱俩碰一下 珊珊的 季恒 现在有新的归宿了 他越来越优秀 爸爸得表扬你 你的眼光 不差 好 中秋节 快乐 喝 好 来 吃螃蟹 吃 来 我特意说几年了 我也好 五年了 来 我都六年了 六年了 我都八年了 这么多 八年 你说这八年 老了老了 都老了 是吧 是啊 张姐 老了老了 易兵来了 阿姨 来来来来 里边坐里边坐 快快快快 易兵啊 以后啊 不用这小子去找你 想来啊 随时来 阿姨欢迎你 是是是 这个是我们消防站的领导 就我那点成绩啊 全是人家带出来的 西城啊 有这么漂亮的女孩 做你的领导 你的工作再忙 她也不累啊 对不对啊 可不是吧 对 易兵啊 我知道 工作上吧 你啊 帮了西城不少 阿姨啊 谢谢您 阿姨您别谢我 西城本事大着呢 用不着我照顾她 这孩子真会说 易兵 你很久没有来了 赶快尝一尝 来来来 快尝尝 尝尝尝尝 随便吃 好吃 怎么样 还是原来的味道吧 好吃得很 还是一样的味道 既然这样的话 那 你要不要考虑办一张 张杰海鲜店 终身会员卡 你 你这臭小子 替你妈来起活来了你 去 易兵啊 我替张姐说一句啊 以后啊 别分什么年呀 节呀的 你想回家就回家 想吃什么 我就给你做 对对对对 谢谢赵叔 那我呢 我呢 行了 行了 咱俩俩 你什么待遇 你心里不清楚啊 行 那就说这顿饭 又算我头上呗 那必须的 易兵啊 我在厨房给你准备了一些吃的 你走的时候 你拿走啊 那个平时工作忙 你也没时间做 那个很简单 你想吃的时候吧 你就在微波炉里喂一下 就吃了 没关系 你就拿着吧 方便面小公主 你帮我 谢谢阿姨 我来得匆忙 也没带什么礼物来 哎呀 你带什么礼物啊 你来阿姨就很开心了 我都把你当亲闺女了我都 这小子都没给我买礼物呢 我这次给忘了 庄姐 要不然我给您发个红包吧 行了行了行了 来不来不来不来 来来来来 今天是中秋节 那 传计了 来 大家把杯拿起来 干杯 好 来 干杯 等我们一下 来来来 好了好了 来了 干杯 干杯 我妈那个人呢 性格就一直那么热情 有时候我都觉得 会不会太热情了 我觉得特别好 我特别羡慕 你都不知道 我跟我妈之间有多冷淡 你是不是 跟你妈吵架了 本来想吵 但今天不是过节吗 也坏了大家的兴致 出什么事了 我今天请假回家 到家的时候发现 不但没有我的饭 还没有我的位置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 就是个多余的 你也别想太多 咱们平时呢 都很忙 过节的时候 很少能回到家 说不定他们都习惯了 其实我妈也不是不爱我 只是 她比我更像个小孩子 我们得照顾着她 顺着她 我们全家人 都以她的心情为前提 所以你妈 倒成了你们家的小公主了 是啊 我小时候吧 初中那会儿 拿了奖学金 想买一只猫 但是我无论怎么求我妈 她都不同意 后来呢 她就动员了我们家所有人来劝我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在我们家应该先成熟起来的人 是我 以后呢 你可以不用那么成熟了 为什么 如果你以后不开心的话 你可以来我们家海铅店 找张姐聊聊天 张姐可是出了名的 几十年的乐天派 实在不行的话 你也可以来找我 如果你在家里做不了小女孩 你可以在我面前做 自作多情 自作多情 不是我对你一关的作风吗 曼姐 怎么样 田乐 放心吧 数据模型没问题 表情捕捉也很精准 那就好 紧张得我都半小没事着觉 你有什么可紧张的呀 我见蓝宴特勤这么久 一直没给队里做过什么贡献 这次的心理测评模型 就像我的入学考试一样 你可是我们蓝宴特勤 你们说这东西的结果能有什么用啊 有什么用能让你知道 咱们班都还没正式见知呢 你说是不是要靠这种方式 往下刷人哪 那更没事了 像这种不凭力气 只凭脑子的考试 他说什么 也刷不下咱们呀 是不是 嗯 黄太极 你说谁呢 怎么还生气了 谁有力气没脑子我就说谁了 莫名其妙 没吃药就来考试 说说 冷却 说说 冷却 我太急 有母亲 别动手 别动手 干吗啥子 别动手 别打你 别打你 速开 干什么呢 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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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干什么呢 有心没处使是吧 把测试单好好填完 都到训练场集合 坐下 坐下 赵天乐同志 坐这儿舒服吗 把电脑打开啊 好 队长 又想 要不还是你做 你做 让你做你就做 打开 讲讲 队长 你看 这个 根据摄像头所捕捉的 五官神态的微小变化 匹配大数据类似的变化 就可以根据相应的人物 得到人物状态 这样就可以大概分析出 人物的心理状态了 不会有偶然性吗 是会有 但是系统会格外注重重复的结果 也就是说 如果仅有一道题目 得到这个结果 系统就会忽略 但如果多个题目 得到相同的结果 系统就会重视 就是说 误差会很小 是的 队长 这个我都已经测试过了 这个结果绝对可以作为参考使用 进来 报告 队长 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是按照班局顺序排的 从钢铁班到期班的都在这儿了 好 您去吧 通大已是 天乐 去把叶启恒叫来 是 今天上午 西方打架的事情 我发两百个俯卧车 我做完了 现在轮到你们了 全体都有 一百个俯卧车 开始 行 劝加的也要做 西班是一个整体 打架的事让西班丢人 我就问你 你是西班的人吗 一个个都好好想一想 这是什么地方 你们都是什么身份 如果心里不清楚 就多看看自己胸前这行刺 我不像钢铁班那样训练 也不像王一山那样惩罚你们 是因为我觉得 你们都是有自我要求的队员 但真让我没想到 一个心理测试 竟然变成了寻衅滋势打架斗殴了 你们一个个可真是让我开了眼啊 强哥 晴乐 竟然变成了 张队叫你过去一趟 好 我马上去 好好坐 我在那边会看着你们 一个都不许少 好 我现在去队长那里 认错认罚 咱们各认各的罚 进来 张队 今天机房的事情是我的问题 我平时对他们太属于管理了 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 没有怪你的意思 坐吧 今天我找你来啊 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你们刚刚做的心理测评结果 已经出来了 我大概看了一下 大家都存在着一些普遍的问题 比如说心理压力过大 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七班的这几个存在的问题 比别的班更严重一些 你看一看 当然了 七班是新班 队员是新队员 就连你这个班长也是新来的 问题多一些也是正常的 所以啊 我们之所以要做这个心理测评 就是要查处隐患 防患于未然哪 我们从事的是高位行业 不仅要检查身体 更要检查心理啊 这不但是对我们的身体负责 更是对我们这个职业负责呀 你看看李熙生和冯哲 这两个人的报告 他们两人的问题最严重 是 张队 我看了 我真没想到这个结果会是这样 这两个人对自己都极度地缺乏信心哪 这在以后救援抢险当中 很有可能会酿成严重的后果呀 但是张队 在最近的救援当中 他们表现还不错 我知道 但这并不代表 这些问题以后就不会爆发呀 一旦发生 他们不但救不了别人 就连自己的安全都不能保证啊 就拿这次打架事件来说吧 你再看看 王太极和牛猛这两个人的报告 是不是能看出一些端倩来呀 我知道 让他们离开兰宴 别说你 我都舍不得 但是问题出了 就必须解决 你放心 张队 下去之后 我就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 这是你个人的良好愿望 现在不得不宣布 队里很早就对你做出的决定了 好 兄弟们 这事儿 就算过去了 都别放心上了 徐晨哥说得对 咱们也别给班长难堪了 猛子 要不你跟我换个位置吧 你跟太极坐一块 大家才放心吧 我不换 你们原谅是你们的 我凭什么原谅他 李诸书 你就多于给他这脸 王才吉 你就是欠打 那咋着 你能打我呀 来 王才吉给你欠打是吧 来 干嘛呢 打架是吧 出去打 打完卷不改卷走人 走 你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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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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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是个虐呢 有虐的好处 兰燕特勤最好的队员 全是被我虐出来的 明白吗 明白 明白吗 明白 你们以后啊 班里不要闹矛盾 不要打架 有你们想群我舞的时候 我今天立一条规矩 训练过程中苦不能说 累不能说 什么时候我告诉你 合格了达标才能说话 明不明白 明白 明白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今天先热热身 全副武装负重灯笼武刺 齐翻 立正 加油 转 走 走 走 跑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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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怎麼回事? 小姐, 你怎麼回事?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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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